好,那我们要做一个竹蜻蜓在飞的动画 所以我先把模型建好 先从正式夹好 把这个立方体呢,稍微做一下改变 那我们很想当成竹蜻蜓的板子 然后呢,这边往旁边拉 往外拉,那这样做一个板子 那你的板子可以再压别一点 这样比较像竹蜻蜓,ok 好,这样子就有一个竹蜻蜓的板子 好,ok,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它往上移一点 拦到这里应该就可以了 这样还照得大 没有板子 好 上脸色 板子用绿色 然后呢 加点环境光 好,这样子看得比较清楚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竹蜻蜓的那一根bounce 我按Shift A 我按Shift A 新增一个serent 当bounce 然后把这个拉很长 然后把这个拉很长 好,这样子 bounce就ok了 照一下 好,那这个bounce呢 没有木棍颜色 当然我们是可以贴图啦 但是我暂时先用个颜色代表就好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Shift A 的材质 用成这个颜色 看起来有点像木头 好,这样子就一个竹蜻蜓 稍微放大一点 看会 这个会悬空 对不对 稍微把它拉近一点 好,这样子没有悬空 好,ok 有在一起 但是 我们不会把它合并在一起 我们是在一起的话 很容易分不开 所以我按 Shift 选来 按Ctrl P 把它设成这样 这时候呢 你会看到我如果主要的这根bounce移动 上面也会跟着移 但是呢 如果我这个移动 它上面不会跟着移 那这样就ok了 所以以后你模型 要动的时候 你就移这根bounce 那你要转动的时候 就移上面这一根 好,就好 那接下来我要做它的动画 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到这个Animation 这是做动画用 那做动画用的 这里就是时间轴我们常用嘛 因为在3D里面用 那这个叫做DopSheet 这叫F Curve Editor F Curve Editor 然后这叫DopSheet 那F Curve Editor就是 你会看到它的 线型 那所以我先在这边 做Spirit 我把另外一个做动画 蛮重要的东西给拉出来 这个叫NL Edit 好,那这时候你会看到 我们什么动画都没有 但是我现在想做的是 先做转动 所以我先切到顶四角 我切到顶四角之后呢 我来做一个这个 这一根Bounce的转动 所以呢我先按I 因为转动的话 我只要加Rotation就好 旋转就好 那加了之后 你会看到这边都跑出来了 这一个Cube的Rotation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到了 第四个银格的地方 然后我把它转 转多少呢 我打算转120度 然后呢 总共12个银格的时候 刚好转一圈 所以呢 这第四个银格的地方 我把它转大约120度 OK 然后再来 到第八个银格的地方 抱歉 我刚刚转的 废弃 这个部分 没有按I 没有按I 他们都会插入 插入银格 所以我按I 选一下Rotation OK 这里 这时候再来 第八个银格的地方呢 再转120度 其实几度OK了 没关系 好 再按I Rotation 再到第十二个银格的地方 把它转回到原本的原点 OK 再按I Rotation 这时候我们会看到 诶 我这个有在转 这个也在转 但是问题是 如果每次都要这样转的话 那我棒子又要飞 这个要转很累 那我 我如果全部用拉的这样受不了 那请注意我们弄出来的这个NL Edit 里面呢 NL Edit 的这一个里面 那现在呢 这一个东西叫Cube Action 有没有 这个动作叫Cube Action 那你可以看到 我在这一个格子里面 我按Home 控键 它会把它放大到最大的样子 你会看到它在十二个银格的时候转回一圈 那这个雪花是有功能的 这个雪花就是说 我把现在这个动作给固定 变成一个巨大动作 那我就按下这个雪花 你会发现它出现一个C这个东西 我可以 我可以调整 调整 用滚轮让它变大一点点比较好看 那现在我只要做到可能60格就好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 我可以按A 你会看到它变黄色取消 再按A全选 取消全选 那如果我今天呢 在这个上面 选好之后按Shift D OK 它是可以复制的 它就是一个转圈圈的动作 可以按Shift D 就可以把它拉过来 按Shift D 这样会做什么事呢 我们 在这里 那我看到它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转了四圈 好 那这边也是一样 我按Shift D再转 我可以让它一直转转到 整个 整段影片都填满 填满这种转动的动作 OK 那你要它不转也可以 砍掉一段就好 好OK 这样子我们的转动做好 转动做好 接下来我想做的是 是 是移动 那我在这边我先 回到这一个 这个相机视角 那 我们已经设好不止关系了 所以 当我这一个移动的时候呢 它会真的动 那我先回到第0的影子 第1的影子 我在这边先对棒子 我们刚刚是针对上面的这一个 这一个 竹琴琴的那个上半部 我们现在针对下半部这个棒子 来做 做它的动画 所以我在这边按I 我要加入的就不是旋转 我要加入的是位移 我加位移 那时候你会看到 OK 这里 这里是不是多了一个黄色的 那刚刚我们的那个叫 叫 叫这个 CUB CUB 这一个 它 已经持续在转动 只是现在没有位移 对不对 那我在 举个例子 我想在 十个影格的时候 我把它移到这边 好 移到这边 好 那我在这边按插入 插入什么呢 插入 位移 好 接下来在二十个影格的时候呢 我让它 飞到这里来 按插入 OK 在三十个影格的时候呢 我让它飞到这里来 按插入 OK 在四十个影格的时候 在四十个影格的时候 我就让它满场飞 插入 在五十个影格的时候 再飞回远点 好 OK 那我就做到五十张就好了 不用做很多张 所以我这边呢就选择 就是这样 好 OK 那这样 我们就可以 看一下我们的动画到底长什么样 有没有看到它一边跑一边转 一边跑一边转 好 但是其实有点 有点转的不是很快 因为我跑得太快 那如果你希望它转的更快一点 这个 选了之后 可以移动 可以移动 按TAB键 我们现在好像固定 所以 应该也可以缩放 不太确定 先做这样就好 那我们先做这样 然后 CMD OK 好 那我们来跑一下 影片 来到 Deport 这时候我们来跑一下影片 那我这边就选择 选择 刚刚他们用那个 试试看MPEG 我选择用MPEG 好 然后呢 好 影片 你可以看到 他一边动的时候 上面的东西一边在转 好 你可以看到他一边动的时候 上面的东西一边在转 会出影片 会出影片 那用MPEG 那用MPEG 他会输出MPEG的档案 好 所以如果你要做像 比如说人啊 移动 你直接把人的身体整个给平移了 那就不是人了那是鬼 因为他没有脚 脚都不用动 脚都不用动 他就会平移 但是如果你要做人的走路的动作 那你照理讲 应该是 先做一个走路的脚步的动作 太空漫步 MPEG 只有脚在动 但是呢 身体感觉都没有动 那接下来呢 等到你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你再把人的身体抓着移动 那这两个动作变成是分开的 一个是脚在动 然后另外一个是人的身体移动 两个合起来就变走路 OK 好 那我们现在50格跑完了 我可以play一下 那这是我们最后跑出来的结果 那你用外面的播放器也可以播 现在是 跑到50的这个 DVD的这个产案 我用 诶 这个 不好意思 可以用一个TonePlay 好 OK 那这就是那个影片 那我做的不是很好 那个 上面转的 就跑得太快 但是上面转的太快 你可以让它转快一点 或者是细致一点 那当然我们 上课展是 跑不跑太久也不行 所以先这样